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大原因要买这家店 一对着这个巨型重建项目 楼面面积合共超过150万平方尺 另一个浪豪方 增增就是15000人口在这时 这些白岭族高消费 这一定会带旺 二逐租的租客 点心点时要试试 逐租时8万8千元租金 接着10月份就起租 之前已经做了一轮 捱过社运肺炎时再继续租 这位租客收租资金时等回报 兼审升值 三最重要最重要的 旺角核心位不会比今天 你看报纸也看到了 周街吉铺 等下来时希望通关 国际通关也好 自由行内地通关也好 不会比今天 三大原因先看看这间店 这间店是在麻雀馆旁边 见到这个小巴站的时候 你知道麻雀馆 很正有人流 晚上消费 小巴站的时候 人家处处有进 那就是前面这间的 银筋点心茶餐厅 这个位置的时候 原本叫价6千万 现在减价求手 基金要搞到14千八百万 有机会来帮忙 那些东西挺好吃的 这些东西吃的时候 所以三大原因 逐租租客 洗衣街重建的项目的时候 3 旺角不要需要更多 自由行回来的时候通关 实践 下支很漂亮的影片 看下来 旺角花园街108号 地下连入侧角 现正放售 地铺建中现值 约1千平方尺 入侧角约800平方尺 门阔约15尺 深约60尺 铺位附设3上100A电 来去水及洗手间 铺位铃近先达广场 位置商业及住宅交界 汇聚区内区外人流 花园街是旺角区的著名特色街 亦都是当区购物饮食集中地 物业为主花园街小巴站旁 每日人流不绝 现租客为人气中式点心茶餐厅 宅根区内多年 甚受顾客欢迎 而且网上亦好评如潮 唯一种美食KOL的人气推介 前景方面 该铺位铃近洗衣街重建项目 将兴建三栋商用大楼 包括两栋商场 以及一栋68层楼高的地标式商下 项目落成后 将会是继浪豪坊之后 旺角区内最大型的商业项目 物业刚获租客逐租 10月1日起 耿约租金为每月8万8千元 物业原价价6千万 现已4千8百万放售 成为三大保证买铺计划 保租值 保租客 保租金 欢迎联络我们 保租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